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制作这个效果 首先打开一幅图片 把它切换到通道面板中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RGB模式的 所以有红绿蓝三个通道 那么我们新建一个通道 来制作这个窗框的形状 首先我们要应用 矩形选区在通道中 出出一个规则的窗框形状 填充白颜色 然后我们按住 out键和shift键来复制并约束水平位移 取消选区快捷键 Ctrl D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 矩形选区来复制一下 按住out键和shift键 水平位移复制 Ctrl D 取消选区 那么大体上这个窗框的形状 已经出来了 那么因为它是一个投影 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变换的编辑 在进行自由变换之前呢 我们先把所要做好的选区 推移到画面的右上角 在这里要提到一点呢 你在通道中 把选区做到什么位置呢 最后出现在图层中就是什么位置 所以希望大家 在通道中就已经把它编辑好了 然后再把它复制到图层中去 下面我们来执行自由变换命令 选择编辑菜单下 自由变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任意调节了 右键 扭取 你就可以拖拖一点来进行任意变换了 这里呢 我们是上面比较小 底下比较偏大的一个投影 调整好之后呢 按住回车键 确定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拥用滤镜中的一个命令 对它的形状来进行一个编辑 选择滤镜菜单下的 扭取中的 切变命令 选择冲复变圆相数 这点 在切变命令呢 你可以根据 像曲线一样来调节它的形状 和弯度 调整好之后 按确定 那么这个选区呢 就已经制作好了 制作好选区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边缘 比较硬 因为阳光投射出来的 都是比较暖暖的 所以我们 在通道里面呢 对它做一个滤镜效果 来柔化它 选择滤镜 模糊 中的 高丝模糊这个命令 树枝给到5.2就可以了 选择确定 那么下面这个选区 看起来就有一些 阳光投射出来 那种影子的感觉了 下面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选区 粘贴到 涂层中去 首先 选择全部 把这个选区呢 整个的选中 然后 按编辑菜单下的 粘贴命令 那么这个选区已经被粘贴住了 下面我们点中RGB通道 回到RGB编辑模式 回到图层面板中去 回到图层面板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选区 我们把这个选区取消掉 选择 取消选择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在通道中做好的选区 粘贴到图层面板中来 编辑菜单下 粘贴 那么我们刚才制作好的选区呢 就已经粘贴到图层面板中来了 下面呢 我们要把这层叠到背景层中 通过图层叠加模式来实现 选择 叠加 那么这个选区中所制作的投影呢 就已经叠加到背景层中了 我们下面 修改一下图层一的透明度 来让它看起来更柔和一些 调整好之后呢 这个投影效果就已经制作好了 通过本节课呢 希望大家了解到 在通道中怎样来制作选区 而且在通道中制作选区呢 你可以通过滤镜呢 来对它做一个效果 那么这也说明了 通道制作选区的时候呢 它是支持半透明选区的 这一个要点 希望大家掌握